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IES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那今天小刚就带着这个 自己的这款古董的雷达 Rado Purple Horse 紫海马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讲的这款GMT 两地时间的分享的这个系列 那去小刚上集有介绍过好几款 马币十千 这个一万以下这些 小刚个人认为比较值得分享的一些 GMT两地时间的这个表款 所以来到第二集这边 小刚想把这个价位定在这个 马币一万至到一万五 就是十千到十五千左右的这个 小刚个人认为 还是一样比较值得分享的一些 GMT两地时间的这个表款 第一款小刚想跟大家分享的 先别说品牌 你光看它这个三文鱼面盘 这个颜色 Selman Paint道 就让小刚一见钟情 那在这个名表界当中 它这种Selman Paint道 这种三文鱼面盘 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那在这个价位 今天小刚要分享这个影片的价位当中 更加是少之又少 所以绝对是值得小刚去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Montblanc 万宝龙这个品牌 Heritage GMT这个款式 那讲到万宝龙 Montblanc这个品牌 如果你还是觉得它只出名在比而已 那你就错了 在今时今日小刚干将 它可以讲 制表的这个方向是越来越高级 你会看到 甚至是原因你看到它用的这一种 怎么说呢 它这个基性 你看到小刚放一些图 这种非常高工艺 非常高美学的这一种 手动上面这一种基性 都是用到这一种 这个上个世纪了 18多年就已经有了这个基性表厂了 这个Minerva 美纳华的这一种基性 这一种这个表厂 它都是独家独有 用在Montblanc 万宝龙这个手表品牌这一边的 那今天要讲的这个 你看到Selmon Paint道 配上这个 带一点点复古味道的 它用的这种原点的 这个Index这一种石标 配上这个12369 还有这个贵飞针 这个Dolphin Heads 哇 整体的感觉 小刚可以讲是 真的是非常耐看 非常正装 这个休闲啊 百搭啊 日用啊 完全都不是问题 简单又大方又耐看 那再加上 这个尺寸 小刚看了之后 哇 真的是让我 一见中心 再来就是40mm而已 厚度也只有11.8mm而已 所以这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这个规格上面来讲 那基性的部分 它是用一个ETA所改的 这个非常耐用的这一种基性 动力储存是高达42个小时的 那再来售价的部分 那这一种非常特别的这个面盘 哇 其实它售价也只有12000 马币12000左右 在折扣钱 所以真的是让小刚觉得 真心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款 如果你其实比较喜欢一些 带手上的比较硬汗 比较热血 比较sport的这一种 那留意一下小刚要讲的这一款 这个在基本瑞士名表当中 非常有名的这个品牌 Tag Hoyer 这个泰格豪雅这个品牌 Aqua Racer这个系列 它是叫Aqua Racer GMT 两地时间 那大家也知道了 你看图 这个Aqua Racer这个系列 其实它是主打在这个潜水表的 这个表款上面 所以当然今天要讲的这一款 也是一样有这个300米的 这个防水 非常的厉害 在导入的这个第四支针 有这个GMT这个功能 哇 这个就真的是非常的赞 这边 那做到它基本的规格 还是在一个这个 43mm的这个表刻 也是一样用这个不锈钢的 钢小刚有提到的 300米的防水 那小刚主要是个人非常喜欢 是它有这个红蓝的这个表圈 这个白色表圈 好像劳力士那一种 哇 非常的 让人看得起就是 哎 特别的有那种感觉 特别有那个feel 是那个PEPSI的这个Bazel 再来就是有这个Batman的这个 这个蓝黑的这种 蝙蝠侠 我们叫蝙蝠侠这个表圈 其实这个外号这个名称呢 都是源自于 这个玩劳力士的这些朋友啦 就会非常非常的熟悉啦 那机型的部分呢 它就是用这个 Caliber 7啦 在这个泰格豪雅当中 它叫Caliber 7 Caliber 7哦 也是一个 ETA所改的这个机型哦 这个动力储存呢 是超过40个小时以上的这一些哦 那主要它定价也是 马币12000左右哦 折扣之间 第三只小刚想跟大家分享一款 非常特别的这个 ORIS 豪力士的这个GMT的这个表款哦 那它是用在这个 AQUIS的这个潜水表的系列当中啊 所以还是一样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300米的这个防水的系数哦 那先讲一讲这支表 定价是 马币12900哦 马币12900哦 折扣钱的价格 而且这支表是全球限量 2016支哦 就是2016支 2016支而已哦 所以数量其实 全球这个限量数量不多 所以在这边我觉得还是蛮赞的哦 那这支表要讲 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呢 因为它整个面盘 你看它那个面盘哦 这个稍微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们 就比较谨慎一点了哦 那看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 起鸡皮啊哦 会鸡皮疙瘩哦 那因为你看它整个面盘是仿这一种 哇 因为它这个起鸡皮疙瘩的名字是这个 ORIS AQUIS的Wheel Shark Limited Edition哦 这个呃 限量的这个 琴鲨版的这个限量表哦 那这个琴鲨这种鲨鱼这种琴 这种琴鲨呢是仿这个呃 这个鱼的那一种它的那个鱼皮啦 哇这个面盘我跟你说 小刚看到第一眼的时候 竟然可以看到它把这个面盘做到这样子哦 那我之前是没有看过类似这样子的这一种面盘的这个 这一种想法这一种设计啦 哇我个人觉得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哦 再配上这个GMT的功能哦 呃内圈的部分也是一个24小时这个GMT的这个呃 刻度 外圈那个陶瓷的表圈也是这样可以用来做旋转哦 那来呃 用到这个GMT两地时间的功能哦 配上刚小刚讲的300米的防水哦 然后这个43.5mm的这个表刻 然后它后面这个背盖部分你会看到也是这样刻着这个 Wheel Shark Limited Edition哦 告诉你这一支表是这个琴鲨限量版哦 呃 2,016支哦 这个训练哦 哦 然后这个机性的部分是用这个Selita SW哦 动力储存也是超过42个小时 这一支是小刚个人非常推荐的一款 ORIS AQUIS的系列 第四支表小刚想跟大家分享呢 是BOR BOR的这个Engineer 工程师系列当中的这个GMT哦 那这一支表呢 哦 跟你讲哦 呃 先讲一讲它售价 马币13,800 13,800而已哦 哦 但是它给的那个性能哦 这个性价比来说的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悍嘛 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我们现在一起来盘一下这一支表到底 那大家也知道了 BOR BOR 它一上来就这支表上面都有用到那一种 自己会发光那一种 呃 Truindium Gas Tube 我们叫穿气灯管哦 那这一支表呢 它也是一样有用上哦 整个面盘的这种刻度啦 它的这种时针分针这些index啊 通通都是有夜光的哦 甚至到那个呃 外圈啊 那个Touch 那个外圈的部分哦 那个GMT的那个旋转那个外圈哦 你在夜晚的时候哦 它那些数字的那些刻度啦 通通都是有夜光的哦 所以这一支表在晚上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哦 那BOR BOR 这个品牌呢 给小刚啊 一向来都是从来都不跟风的哦 那都有自己独特的这个设计的哦 你从来不会看到他好像在呃 模仿哪一个品牌哦 从来都不会哦 跟你讲 每一支款式 每一个这个这个表款哦 都不会哦 这个就是BOR给小刚哦 非常特别的一个品牌哦 那BOR BOR呢 要讲一下这支表 他这个表科也是经过特殊的这个设计哦 有是有一定的这个创压的这个效果哦 这个看创的这种看房跌的时候 那个呃 那一支表哦 那个创击性啦 是呃 有一定的这个性能的哦 那再来就是他科也有做了一定的这种 房磁这个性能在这一边哦 那你会看到非常显眼的那个三点钟这个龙头哦 也是BOR BOR自家的这个专利啦哦 所以这一支表如果你是喜欢那一些比较粗犷啊 或是这个怎么说 大家手上比较有这种存在感啊 那这一支表真是非常非常 非常适合啊 这个规格是42mm而已哦 但是这一支表哦 戴手上哦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因为你看到那个Luck to Luck哦 那个表的弧度是真的是非常的弯的哦 那这个小刚 这一支表当小刚在影片中 你看到哦 我戴上手的时候哦 我真的是有一种出乎我的意料 就是说哎 怎么这一支表啊 看下去就感觉好像 哎 会不怎么样的 但是戴在手上啊 哇 原来是那么的服帖 就是非常的舒适哦 那我非常建议朋友们去试一试 去试一试哦 那这一支表想要再来去想说的话 非常喜欢自己还有非常多的选择哦 有这个Cook啦 这一种可乐圈啊 白色的表圈啊 这种红蓝啊 红黑啊 甚至有这种绿色啦 这种青色的 或是这种黑色这一些啊 就有很多的颜色 可以做选择哦 我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在这一边 那机型的部分呢 你看到哦 他是用这个ETA所改的这个机型啊 这个 而且他机型是有高达这个天文台等级的哦 这个Officially Chronometer Certified的 那这个再来就是你看哦 非常的耐用 就是说你看到那个侧边的那一种 这个表带啊 连接的部分这一些 通通都是用螺丝锁上哦 非常非常 值得大去看一看的这一款表款哦 来到最后一款啊 小刚想讲了哦 在这个今天要分享这一集影片的价位当中了 这个是必定要分享的哦 不能错过的这一款表 就是这个土豆 Tutor 这个地堕啦 那这个表哦 可以讲了在这个价位当中了 在今天要讲的价位当中 它是属于最高价的哦 就说马币在15000啊 15000上下左右了哦 这一边而且它是没有这个 陶瓷的这个表圈哦 但是小刚想讲哦 但是却是小刚个人最推荐的一款 它是属于一个CP值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表款 那它也是在这个价位当中呢 在这种中价位来讲呢 这个保值率是最高的哦 那毕竟啊 那毕竟啊你知道啊 劳力士哦 这个 Rolex的弟弟哦 这个就是不一样嘛 厉不厉害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哦 那你去二级市场啊 这一种二手的市场 你就会看到它这个二手架哦 是非常非常的硬水的 我可以这样讲哦 真的还是很保值的一款表哦 那你会看到它是一款41mm的这个 这个表格哦 它是在这个土豆 地多 Tudor的这个Black Bay哦 B1的这个GMT这个表款哦 所以你一讲到这个地多 Tudor的这个GMT了 人家就知道一定是这一款哦 41mm的这个表款哦 它是用的这个 它这个Pepsi了白色的表圈 那是有点带灰蓝的那一种哦 黑灰蓝的那一种 跟这个红啊 就是蓝红的这个表圈哦 而且它这个 在这个价位当中哦 只有这一款啊 只有今天小刚介绍的唯一这一款 是用了这个 呃自己的这个自家的这个机型啊 就是这个土豆 Tudor的这个Manufacture Caliber 这个Movement啊 这个机型哦 它动力取冲是高达70个小时 而且它这个 它是用了这个4Hz 28800频震率的这个 这个机型哦 动力取冲高达这个70个小时 而且还有这个天文台等级的 Officially Chronometer Certified的这一款哦 小刚是最喜欢啊 也是说最想买到手的其中一款就是这一款